欢迎大家收看《环宇首期》 今天讲一个非常新的新闻 这个新闻触发起我选择这个话题 原本有的话题可能要改到六年新年后 这个话题就是我们刚刚收到的消息 英国国王查理斯三世发现了有癌症 这个消息我认为对于熟悉查理斯的新闻规茫 可能未必那么惊奇 因为他在之前去检查前热线 在进院检查前热线后 宣布他有患上癌症 由于他患上癌症的情况 可能他的公职方面他要担当的角色 可能有一定程度的改变 观众会问 为何这个新闻会构成了今天的话题 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之前在英雷王世世 因为去年的时候 他已经说了英国的预言家 预告了前年预告了英雷王的过身 但是这个预言本身 其实就不是太过令人觉得有什么奇怪的地方 原来很简单 英雷王毕竟他的年事高90多岁 在大数据的推算之下 其实他在世世的机率相当高 但是当时去做这个预言的时候 如果在前年的时候就说了 继任的英国的皇帝就是查理斯 他作业的机会不是太长的 所以这次我们收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似乎查理斯的颜症 证明了他在位的时间 的而且的确就不会太过长 可能他接着他会考虑自己有没有精力 所以不需要花更多时间去处理自己的病情 而顺慰 但是这个预言是怎样来的呢 当然在英国每一年他年初的时候 都有一定的预言家去所谓预言 那一年英国会发生什么事 世界会发生什么事 这是习族 但是依据那个预言 我们以前有介绍过 就是洛查达玛斯 换言之就是这次查理斯的颜症 似乎就应验了洛查达玛斯的预言 观众就有个疑问是否真的这么靈 我们可以有两个角度去看这件事 其一就是正如刚才我们提过的大数据 查理斯他等了几十年才可以继承这个皇位 他现在年事已高 他是不是患病的机会很高呢 又或者他的精力 足不足以去处理日常这么繁重的社交活动呢 这当然成为疑问 所以如果说从大数据的看法 查理斯王他担任继承这个皇位的时间 的确不会太长 但是在当时这个英女王 二世之后 英国方面的预言家 又根据洛查达玛斯的预言 就是说他继位的人 即是说查理斯三世 他如果顺位的话 或者他是病逝的话 继位的人又意料不到 不是我们在想的人选 当然如果是说这个人选 就是现在这个威廉王子 威廉王子 毕竟现在也是年轻 还有一位非常漂亮的太太 做他的太太 即是妻子 当然他继位的机率 绝对绝对高 所以如果我们要判定这个预言 本身 是否真的应验 现在纯粹在查理斯在位的时间 是短样的 而是那个预言 继承这个查理斯的皇位 是什么人 这个才是整件事的重点 我们可以去回顾 洛查达玛斯的预言 是否真的那么厉害 但是如果所谓出人意表也者 是什么呢 就是可能不是威廉王子继位 是另外一个如果是哈利王子 那又如何呢 当然这个真的可能性极低极低 因为他都不是直接的继承人 他如果是即使威廉王子 他不会继位的话 都不是达到他 而是他威廉王子的后代 这个皇室的问题 我们可能不属于这个节目的范畴 我们之后的轻轻大国 但是有一件事我们要提 事实上在英国皇室里面 他们迷信的程度有多高呢 或者他们相不相信这些预言呢 我相信他里面也有一定的 一些习俗在这里 其中一件事就是 我们不能够以直接的途径去确知 但是我们可以从历史的典籍去推敲 就是这个英国皇帝 或者女王 他去登基那个日子 又是不是好像我们在传统上 我们的风水 他要选择时辰呢 这个就真的不得而知了 表面上可能大家都觉得这些是迷信 但可能背后又有另一番的玄机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因为事实上在历史上是有这样的例子 就是伊丽莎白一世 他登基的时候 这个应该是16世纪 他用了他预用的占星诗 这个叫John D John大家都很懂的名字 J-O-H-N D就是D-E-E 因为英国在那个年代 非常之著名的一个作家 天文学家和一个占星学家 事实上在当年占星学和其他学问 是有非常紧密的关系 占星当然有一定的千文学的研所里面 但当时又没有现在我们一种这样的分法 甚至在大学里面 可能也有这一类的知识去研究 这个我们留下一集去说 因为John D 对英国的影响是非常大 但当时伊丽莎白一世登基的时候 他选择了这个占星学家 去做他登基的一个声表 去看看他哪个时辰最吉利 可以担当这个位置 有点类似我们要看看责任 要看通性的那个习惯 事实上在当时也有这些通性的书籍去做的 这个与我们今天说落柴丹玛斯 回顾落柴丹玛斯的关系 因为落柴丹玛斯正正原来他生前 他有做Amenic 等于一年内日子分布的情况 星神的星体天文和日子之间相关的关系 等于我们的传统上学通诚 他有做这件事 换言之就是这个落柴丹玛斯 其实对天文学相关的学问 占星学是有一定的研究 至于说他的预言 是为何受到欧洲的重视呢 原因是我们之前也说过 大家要记住 就是他当时预言了当位 在他那个年代 一位法国皇帝是死于一个意外里面 法国皇帝当时很热忠于比武 结果一次比武就被一个宫廷的武士 所以就误伤就把那个矛插在他的眼上 结果死得很痛苦 结果一役成名之后 当时这个法国皇后 就算了他做差不多国师的位置 事实上这个相当危险 为何呢 对于这些占星卜占卜 当时的教廷来说 认为是撒旦的学问 是导人迷村 结果他在皇庭的任保护之下 不用被教廷去审问或误告 但他的生平也不算太顺利 但最有趣的地方就是 为何我们觉得他可以作为一个占星家 就是因为原来他临死之前 他有预告他自己死亡的时间 就是在他临死前一天 他就跟周经的秘书说 到明天我们就要离开人世了 至于说他重新在欧洲里面 得到这个重视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个其中一行 即是四行司里面 他有预告到一个人 就会血洗欧洲 他没有说明是希特拉 但名字就非常接近希特拉 所以说大家都觉得他非常灵意 至于英国方面 他预言这个 是否究竟这次查理事 真是在位时很短 其实就没有这样直接原发 正因为他说的话非常空泛 等于我们看求签 说得很空泛 所以可以套入很多事实里面 他应不应验 但是即使是这样 由于他的名声太大 所以很多时候 很多人都往往以根据 他的四行司的遗作 作为一个预测未来的指标 这次去看这个事情 其实就不是他直接说的 而是他看到是哪一年 即是第几行 第几节的诗 而去对应每一年 而里面说些什么 解释发生什么事 所以这个很任意 对那个解读者 赋予一个非常广阔的空间 去想象或者去对户入座 所以这次查理斯 他幻想癌症 而他在位的时间 看来应该相比短 我们不能作为他应验的基准 但是假如如果继位那个 不是威廉王子 是另有奇人的话 我们就要重新去阅读 去看回洛查丹玛斯 究竟是否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语言家 观众也会问 他其实看这个语言 是透过什么方法呢 在中国的时候 其实他们看这个语言 是用镜和一盘水 那盘水当然可能要做一些相关的仪式 才可以做过 但是在这个水里面 他们如果是聚精回神的话 或者得到某几宗灵感的话 他们就会看到一些未来发生的事情 在这个科学上有什么根据呢 暂时在科学上 我们就完全没有这些想法 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时间这个维度 我们是不可以有任何在上面的移动 就不等于我们在这个空间里面 我们可以去这儿去那儿 我们的时间 不论到我们游发游 即是快到晚 但是问题就是 这个时间 会否留下了一些痕迹 或者它在其他 如果更加高次元的生物里面 它们可以当为一种 好像我们是旅游空间的做法 万里越来越有一些想法 似乎我们将我们的自身人类 经验屋局下 放大到全所有生物都是 可能不是 可能有些人 或者某种生物 或者某些人得到某些灵感的时候 它可以穿越到这个时间 在科学上有什么论证呢 我们只能说在心理学上 这个著名的心理学家 容格 卡雍 他说共识性这件事 共识性就是 为什么我突然有一些预感 将来会发生什么事 或者人与人之间 为什么相距那么远 大家好像有一些心灵上的感应呢 这就是说 原来我们有一些经验 似乎都告诉我们 我们有这样的能力 是穿越到那个 在那个时间的空间上 可以游走的 因为你学上 在微观世界上 也有这样的论证 当然在这个量子世界里面就有 但问题是 我们现在生长的 这个不是在量子世界里面 我们生长在一个经典的世界上 一个宏糊的世界里面 为什么我们都可能有这个呢 我想大家就要交给科学家研究 但是 刚才我们也提到 这个占星学 其实在中古的时候 事实上是当不是一本 相当于严谨的学问去对内 究竟在这个中国的时候 伊丽莎法一世 他登基的时候 为什么他又要选用一个 等于我们的风水师 或者占星师 去做他登基的选择的时间呢 这个我们留下一集和大家一起讨论 这个实在是 如果不错的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